NEO 聊世紀 天安運動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不列電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威名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騎兵單位血量非常多 192遊俠也就是在說法蘭克的遊俠 法蘭克人除此之外吃果的速度是有細面最快的 而且他還有免費農田技術的關係 所以整體的經濟上不會太落後於人 法蘭克人後期也可以轉出疾兵火槍火炮 加上遊俠的組合搭配 接下來介紹一下不列電人 不列電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長弓兵射程單位 可以來到12點射程 是遊戲裡面射程最遠的弓兵文明 但是他的弓兵是沒有拇指環的 所以他的弓兵射起來會稍微弱了一點點對射的時候 但是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射程優勢去操作敵人 不列電人的後期由於沒有火炮的關係 但是巨型投石機有戰狼科技 可以讓自己的巨型投石機當成火炮來用 讓他變成打擊非常精準 而且有範圍擴散傷害的效果 不列電人的後期主要是打疾兵配長弓 還有巨型投石機為主的威名 當然也可以轉出一些肉碼 去針對對方的戰毛兵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有三級馬卡 不太容易被戰毛兵直接擊火被收掉好幾隻 沒有拚這種關係 所以他的肉碼跟騎士的血量都不會到太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配置 那這種對決我覺得蠻特別的 是這個COMBI 這個戰隊內戰 然後又是在天梯上的一個對決 雖然這個戰隊可能對一些人來說並不勝有 但對我來說他們算是一個 也算是有點精力的戰隊了 對我來說他們的戰隊實力應該是有全球前10有了吧 前10或前5也說不定 所以我覺得這場是蠻值得你看的 那沒意外的話 這位7SWORDS 應該是UZZI 是8C的高手 應該是吧 忘記他們的國籍 私利利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玩 所以他們的國籍有時候會搞錯 如果有搞錯的話 還請各位幫我補充一下 好 那來看一下不列艦對比斯開始推路了 三頭路已經往前推了 左邊也在推路了 這邊看起來法蘭克人沒什麼問題 我們先來看法蘭克好了 最近有觀眾在敲碗說想要看法蘭克的配置 我們這個頻道最近加入的新手也是越來越多 法蘭克跟不列爹也是一個很好的 攻兵國跟騎兵國的教材 我們就稍微來解說一下 高端門他們是怎麼玩這兩個文明 這邊看到法蘭克人是直接單個伐木場 直接補到九個人伐木 兩個人來蓋軍營 待會封建是在一升上去 馬上要再補馬舅 這裡要再補一個房子 不然他會卡人口 這裡補個房子 這裡再推路 把這個路全部吃好吃滿 推路的部分不太需要三隻路都吃完 如果你真的手速太慢的話 推個兩頭路是ok的 不要強迫自己 因為有時候你推路推太慢 三頭路可能來不及一推完 對方就已經來你家了 你偵察沒有做到位 不知道對方在幹嘛的話 你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新手我玩法蘭克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先去看對方到底在幹嘛 這件事情 如果對方是打一個 唉唷 這隻肉馬居然擊殺掉了一隻村民 我剛剛想說應該要放棄了 哇他直接硬吃阿 那法蘭克人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就有這個血量的優勢了 哇這個九滴血 讓這隻肉馬活得下來 法蘭克封建時代的肉馬血量加成 還是挺優秀的 好 當然法蘭克人值得注意的事情 是他沒有品種的關係 如果遇到像馬扎爾阿 這種可以點品種的文明 要特別小心喔 所以有時候大家在玩法蘭克人或不列顛 要特別注意是對手的文明特性 喔再收一村 這樣很賺阿 哇沒有想到法蘭克這邊幾隻肉馬 幾殺到兩隻喔 一隻肉馬換一隻村民 絕對是賺的 不虧 原來這兩隻村民死掉之後 就不可以讓不列顛 繼續累加自己的經濟了 這個村民喔 你只要把他想成是現實中的這個 力滾力的概念喔 負力加成 所以村民只要前期被擊殺幾村喔 對於後期的經濟造成是蠻大的傷害 所以不列顛人呢 這邊人如果沒有辦法 去擊殺到法蘭克的一些村民喔 可能會繼續落後下去 說不定喔 當然他也可以 當然他也可以趕快升到城堡市道 趕快開3TC 把這個經濟拉起來喔 也可以擺脫這個經濟劣勢的窘境喔 那不管怎麼說呢 前期的法蘭克還是要看對手 有沒有轉這個工兵出來 那這邊不列顛人呢 並沒有騙對手 裡面是真的放了很多工兵喔 並不是按了一隻工兵在裡面 所以法蘭克這邊呢 一定要下個射箭場 出一些毛病喔 稍微防守一下 那毛病的部分呢 他並沒有一直按喔 只按了大概五隻而已 然後在左邊這裡防守 他可能認為不列顛人 已經走到了後方這個區域 準備要來偷襲自己家了 結果其實他在家裡等著 繼續出工兵而已 那單位升到城堡時代才要出門 那這裡是一些工兵果 比較常用的偷吃步的方法 把家裡為死 然後一直存工兵 團到快要十字之後放出來 然後快到對方家裡的時候 那你的工兵差不多快到他家裡 然後可以等下奴兵喔 瞬間變成二級射跟奴兵的升級 非常的兇狠 好 那不列顛人呢 他的城鎮中心的造價非常便宜喔 這到了城堡時代3TC開呢 對於不列顛人來說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反正他人也正面絕對也要想要圍死了 那這邊感覺是左邊圍到底會更好 換你稍要這樣子圍 圍一個超大範圍 好 那不列顛這邊細節有做好 點下一級挖金 那一級挖金喔 我也比較推薦各位喔 在這個升級城堡時代史的中間的時候 補下這個一級挖金喔 是很快速的 那待會升城堡時代 你就不用擔心黃金的問題 馬上開出3TC 好 工兵出發 工兵還沒出發 哇 這邊不列顛打一個最保守的 這邊出發時間有點偏慢喔 二級射現在有點難點 原來他這邊拖了一個二級伐木 好 看一下這邊的工兵出門 能不能燒到頂中心 這邊的城鎮中心應該是可以蓋的起來 好 只有1級射的奴兵 分射程已經變成5加2囉 跟一般的二級射的射程是一樣的 那城堡時代開始 不列顛的工兵的射程 就會提升一點 好 這邊射掉了一隻村民 賺到了一村 法蘭克這邊是轉出了騎士 好 兩隻騎士 但不列顛這邊是按騎士 這邊他的打法是想要用騎士 去壓制對方的戰毛兵阿 那這也是不列顛人常常遇到 對方出戰毛兵防守的一個 反制策略 你出戰毛我就出騎士 你出老頭我就出肉馬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了 好 這邊直接射破一個洞口 好 衝進去打一波 但是不敢 這邊看到修道院 好 那現在不列顛3TC開農 穩定農上去 但是二級射依舊沒有找機會可以補下 現在在聊點二級射的話 勢必會斷村喔 所以盡量不要斷村民喔 3TC開起來就是要來按村民的 並不是拿來當文子館 蓋了不做事 非常的糟糕 文子館這件事情是一定要零容忍的 千萬不能 一定要讓他們繼續運轉起來 OK 那這邊買了 直接買了 直接點下二級射 肉已經差不多夠了 這波騎士 往後看到這毛兵 沒有繼續往前 後方有僧侶 僧侶把對手逼退之後 撿掉了聖物 OK 反而可能這邊的節奏更好一點 不列典人打得有點偏保守了 雖然現在有二級射 但是不列典並沒有大肆進攻 有二十隻的弓兵的話 就可以往前了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囉 這裡輪軸基石補下 騎士抓到戰毛兵 弓兵回後拉一下 這邊不列典撿到一個聖物 這邊對打結果 看起來是不列典 好像更有威力一點喔 這裡奴兵數量很多 上高地 反擊一下騎士回去 這邊戰毛直接手點後方的奴兵 但是被騎士暴打一波 兩邊都在迂迴當中 哇 又射掉兩隻騎士 但是不列典這邊出騎士 會被法蘭克人的僧侶給反制 這邊才會點一隻老頭 可以 現在有彈道學 這邊又射掉一隻騎士 這邊傑昂的結果 不列典人士稍微被壓制了回來了 畢竟對方有僧侶有主動權 看起來不列典人士準備點下帝王時代 準備打一個帝王一波 那長弓兵的部分 這時候也開始慢慢生產 這時候就不會繼續生產農兵了 單個射箭場 然後3TC 轉挖石頭 轉出長弓兵 這個方法是 喜歡打長弓兵的玩家 給一個參考 這個打法算是比較穩定的 既不會沒有兵 可以去針對對方的村民 或是敵方的軍隊 而且也可以讓你穩穩的 轉出自己的長弓兵出來 這應該是蠻多人玩長弓兵會遇到的問題 直出長弓兵會有所謂的兵力空窗期的問題 看這個不列典的打法就問題不大 這個打法是OK的 這邊城堡收縮一下 射掉了幾隻 對方的戰毛兵 這邊再開一個高地堡 補了一個採礦工地 開始去挖石頭 右邊這裡抓到騎士的動向 騎士箭頭 掉頭就走 完全不理這些工兵 但這邊好像有點 失誤 因為這邊過不去 騎士直接上前一吃 反彈 工兵直接被吃光 還到這邊 這一波的細節操作 再撤掉一隻騎士 騎士想要阻擋 掉工兵的撤退路徑 後面戰毛兵直接往前貼了上去 但帝王撕彈的法蘭克人 戰毛兵只有二級射跟二級的工兵 台下 對於射九的話很容易會打出烈士來 不列電人果然是轉出了槍兵 配上長弓 這個組合是不列電人長劍組合 這個組合可以有效抵擋對方遊俠衝鋒 衝到自己的長弓兵 長弓兵又可以進行射程打擊 針對對方戰毛兵反擊 或是射對方遊俠 甚至生旅都可以有效的反擊回去 不列電人這邊經濟配置相當正確 32片田40個木頭 黃金有點偏少 可能是在新增開採當中 這裡補了一些田 準備要來量產一下槍兵的部分 兩邊都打一個超級濃的 並沒有要肆意開戰的感覺 法蘭克人這邊是優先補下一些騎士的數量 而沒有直上遊俠 這一點也是法蘭克人這邊玩的一個很好的細節 因為大部分的新手都會想說 升帝王時代趕快去產出遊俠出來 甚至會用到買賣去買遊俠出來 但其實是不太OK的 這裡最好是趕快去補一些騎士 去補足正面的戰力空缺 會比較好 如果法蘭克人遇到對方這種搭配的話 什麼長弓兵配槍兵的話 自己可以轉奴炮或是戰毛兵 戰毛兵再更按多一點 那你的遊俠數量也不能少 要繼續按這個遊俠量 就是戰毛配遊俠 或是奴炮投石車配遊俠 都可以 當然奴炮的部分的話會比較吃重黃金 法蘭克人這邊還是透過買賣一波 準備要來買上遊俠 1350肉 配上黃金 可以領下 好 不列典人這邊是轉出了步兵鎧甲 開始慢慢用圈地的方式 想要攻擊法蘭克人的陣地 但法蘭克人這邊地方是帶城堡價格很便宜 像到處蓋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看起來法蘭克人的石頭是沒有開挖的關係 所以城堡數量看起來偏少 這個石頭有1750石頭 好 那不列典這邊注重經濟打法 連三級伐木都點下 但是二級農田卻沒有補 這就有點奇妙了 好 結果法蘭克人決定要從上方攻擊 這根寶可能會被拆得很快 四台軍銘投石機要修的回來 村民術大概有二十幾隻才能修的回來 那應該是直接棄手了 好 那法蘭克終於找到一個缺口開打 左邊這根寶吸引到了不列典這邊的吸引力 但右邊這根寶直接失守 法蘭克人這邊的一個 聲東擊西 還不錯 好 這邊直接要來上高地了 上高地巨頭繼續開拆 那不列典這邊巨型投石機 要反制對方的巨型投石機的話 戰狼科技一定要點 但戰狼科技實在是很貴 現在要點出來也不太容易 好 對方勇俠開始在鬧了 這裡直接補一個大師牆 防守速度很快 OK 四台巨型投石機繼續往前 來到第五台了 沒有問題 現在已經有遊俠的情況下 按多一點的巨型投石機沒有問題 現在兩邊都是兩百人口大戰 不列典人點下精銳常攻兵升級 還有可以再點下 加一點的射程 好一起攻補向 這個支援量 感覺可以點個易勇騎兵 再增加一下攻兵的射程 但是後方常攻兵 還在繼續輸出 打了非常多遊俠的血量 但是後方戰狼兵一直在輸出 有點麻煩 這邊槍兵往回推進 連隊對手沒有趕繼續往前 因為對方是高地有優勢 回頭一打的話 騎兵可能會被秒殺 這邊反而客人的細節控制 就是把對方騙到高地 想要進行反擊 但是常攻兵在平地射擊 射久了對遊俠傷還是很大的 遊俠這邊有點沉不出去 想要直送後方的常攻兵 但後方有更多槍兵過來防守 後方的疾病也是戳到 後方的戰毛兵 戰毛兵也是直接反擊 前方的遊俠直接正面被戳爛 這邊槍兵的防守效果實在太好 反而客人果然被打破了這一波的 正面迎戰喔 但後面有更多遊俠要補路過來 一九遊俠還能夠扛得住嗎 騎兵配上常攻的傷害 讓遊俠的血量瞬間消失掉 但是反而客人上方這一坨戰毛兵 已經擊殺掉了 快要將近五十隻的單位 二十九隻的戰毛兵 哇 血懶 右邊打出一個破口 這就是反而客想用的 這邊打出一個破口 直接把遊俠往裡面送 不列顛 不列顛 這個洞沒有補起來 哇 有嗎 喔有 有補起來 但是又被打破 哇 尷尬 這個洞被穿透之後 裡面的家裡防守 就會有點麻煩囉 現在不列顛人就需要分兵 去營救一下家裡的狀況 家裡有補一個城堡防守 但是裡面還有很多村民在挖礦 那不列顛可能要把所有的 藏購兵開始往家裡的農田撤了 那戰火一到自己家裡開戰的話 這個情況就會有所不同 會有點難搞 因為你在自家開戰 一定會傷到一些自己的經濟 雖然現在兩邊都是買人客 那法人客人這邊的經濟看起來是 好一點點 扣量還很多 好 場面繼續戳掉 巨型頭石機已經開了起來 五巨頭開拆 後面的巨型頭石機直接被遊俠給收掉 左邊場後面在左側 但這邊遊俠很精準的抓到巨型頭石機的移動路徑 三台巨型頭石機可能又要被抓掉 又有百晶又要沒有了 那法人客人這邊開始缺金了 黃金開始不夠 右邊城堡直接應修 那大概25寸修靈 可能也修不回來 五台巨型頭石機可能要來到30幾寸修 才有機會修得回來 但現在不是人數的問題 而是沒有石頭啊 歸類電人的石頭 直接歸零 城堡直接放棄 右邊法人 巨型頭石機要準備開拆走掉 左邊的遊俠 要來防守一下嗎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歸類電雖然有長攻的射程優勢 但是對方的數量太多的話 有點射不太完 點下了戰狼號科技 剛剛要是那三台巨型頭石機都活下來的話 現在就可以用自己的巨頭去反制對方的戰毛兵了 可以當火炮用沒有問題 好 戰狼號好了 這邊可以先架起來 偷打下對方的戰毛兵 但左側的部分也在偷偷開拆 歸類電使用長攻兵去射擊後方巨型頭石機 正面的城堡 沒有石頭可以修理 反而快樂這邊被迫出了一些弱馬 開始進行打消耗戰的動作了 好 這裡拉了幾隻創兵過來修理 但是直接撞上城堡的傷害 哇 這邊義勇騎兵還沒有點下 不連點的銀貫科技 沒有點長攻兵只有11點射程 好 左邊這時候才補下圍牆 跟建築 建築學 好像有點為11萬 瞬間爆開 好 右邊 遊俠衝了進來 沒有城堡 沒有長攻兵的防守 遊俠直接大鬧特鬧 上方的戰寶兵直接壓住了 疾病的出兵點 不列典人的農田直接被践踏到 只剩下10個人在種田 後面這些伐木工 雖然現在暫時沒有被抓到 但能躲多久呢 不列典人現在 想要把不列典的農田全部控制下來 讓他不能正常種田 就對他自己來說很賺 雖然不列典人把左邊的城堡順利拆除 但自己的城堡也沒有了 現在又要撤到中間這根城堡 好 不列典人的貨房子 遊俠衝不如過去 看到了城鎮中心 要來手撕城鎮中心嗎 哇 這裡直接砍爛一大堆村民 三刀一隻村民 太狠了 遊俠 你實在太無情 後防戰武兵繼續滾過來 法蘭克人雖然戰武兵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三級工兵台甲 但是還是用得很開心 直接跟對方打起了一個消耗戰 那不列典這邊是不能轉出 弱馬的嗎 經濟量有點困難 這裡確實 雖然沒有錢 好 法蘭克人果然要手撕城鎮中心 這個城鎮中心看起來是沒救 直接把裡面的人打噴了出來 好 把裡面打噴出來之後 繼續攻擊 跑出來的村民 右邊大概有20隻的村民 沒了 哇 剛剛喊那些爬木工 大概有25村吧 不列典人這邊加上 剛剛那邊25村 直接變成83人口 村民術非常不夠用 好 反而客人這邊經濟非常優勢 虐爛了不列典這邊的陣地 不列典 要怎麼反擊回去呢 只靠槍兵跟長弓兵 打不贏嗎 這有點疑問喔 好 這一坨長弓兵擊殺到了 一百一十一隻的單位 哇靠 一百一十一隻 太狠了 太狠了 這個長弓雖然控的不錯 但覺得效益好像有點太差了 人家弱馬的機動性還是比較好 如果不列典人也想要 騷擾對手家裡的話 勢必要轉出弱馬 但是不列典的農田已經被控制的情況下 要轉弱馬是非常困難的 甚至現在按村民或是按疾兵 都會按到一點頭破血流 經濟甚至沒有那麼好 好 最後這一波過來 五台巨型投資金 開拆掉後放城堡 尤俠完全不離前面的騎兵跟長弓兵 對著巨型投資金就是一陣暴打 左邊這個城堡應該是能修的回來 哇 長弓兵來防守 沒有辦法防得很好 不列典這邊可能要繼續撤退 那有人會說不列典如果一開始就在這邊放 騎兵在這裡防守呢 那正面的長弓兵就會被尤俠騎上去了 所以有主動權的機動性單位 還是更有優勢一點 看起來不列典是走遠了 不然從兵這一坨已經擊殺到 來到了一百四十隻的單位了 但是好像 快夾不住了 一百四十隻 太狠了 這坨長弓已經 價值0成了 CP值夠高 但是沒有出肉碼的關係 戰毛兵 一直打一直爽 這坨戰毛也擊殺到非常多的單位了 又死幾隻了 我建議戰毛兵是能打槍兵的 如果戰毛兵數量太少的話 就會有點打不贏 稍微往後拉一下 讓更多戰毛兵可以過來擊火 搞定 只剩下三三隻的長弓兵 拉弓拉到頭破血流 還在拉 拉到機械岩 沒了 真的沒了 不列艦 怎麼撐我看多久沒救 遊俠不硬騎 好要騎了嗎 往上騎一波 沒有 走掉 撞到幾兵 戰毛兵開始輸出後方的長弓 長弓現在數量越來越少 只剩下十九十八隻 好 打出了聚集 不列艦人最後出了256隻的槍兵 法蘭克出了219的戰毛兵 雖然兩邊都有出到自己的核心單位了 但最後法蘭克沒想到 直接端掉了後方的所有經濟 那我覺得更意外的是 不列艦人上方直接一個棄手 然後轉打左邊 這個策略就有點怪怪的 應該是要右邊死手比較好 因為右邊離跡的本地也是很近的 畢竟下面這邊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地區 那右邊這裡直接死手之後直接爆炸 而且也沒有轉出更多弱馬 去打這些戰毛兵 因為戰毛兵沒有人去防守的話 他就是有無敵單位 不然就是不列艦這邊要轉出中型頭時機 跟長弓兵一起站高地防守 然後去打這些戰毛兵 會更有效率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由法蘭克人拿到九萬三千支援 不列艦人拿到七萬七 哇整整數兩萬左右支援了 快到兩萬 那法蘭克人這邊是拿到1.1的KD 不列艦人是0.9 其實KD值看起來差不多 兩邊的垃圾兵都在互相傷害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